政坛焦点来看到的是选战在即 星期天晚上的台北市也是飘散浓浓的选战氛围 台北市长柯文哲就带着五党籍参选人黄珊珊到宫庙活动街里开唱 接着又带着自家民众党的议员参选人扫街败票 不过对手证明也是很拼的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在今晚则是到公馆商圈瞄准年轻族群 呛工青年选票 拿起麦克风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陶醉开唱 朝日地方公庙活动也为自家选将暖暖场子 柯文哲刚唱完舞蹈级市长参选人黄珊珊也来了 不只歌要接力唱台北市长也要评结棒 我市长记不见了吗 市长在那边 没关系 那接下来是黄珊珊要选市长 我现在失业没工作了 请大家人类是这个 找一件好的讨论好吗 黄珊珊台上卖力败票 柯文哲却先走一步 原来是因为一整晚 浮选行程排满满 林真宇倒转 林真宇倒转 带着自家民众党议员参选人 林真宇挨家一户来致意 一路上飘着细雨 还是握手拍照来者不拒 柯文哲扫街从中山大同扫到大安文山 但同一个晚上对手阵营也很拼 终于烧虾仁烧投给您 拜草拜草拜草 面对夜市摊商拿出亲和力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来到台大周边的公管商圈 主动接近年轻人 2022大选在即 周末夜晚的台北市选战氛围 浓浓飘散 接下来临时环向原材料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